美国人万万想不到 自己在世界上卖力气打压华为 结果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和华为合作 就连第一时间跟随美国的五眼盟友 澳大利亚也变卦了 据澳大利亚媒体近日报道 澳政府已批准华为为澳大利亚铁路 提供数字通信系统 时间回到去年8月13日 特朗普签署国防授权法 宣布禁止政府机构购买华为和中兴的产品 仅仅过了六天 澳大利亚政府就紧跟美国脚步 8月19日 时任澳总理特恩布尔给特朗普打电话 告知澳方将禁用华为、中兴 又过了五天 特恩布尔应在党团会议投票中 以40比45实力 8月24日宣布辞职了 今年3月7日 特恩布尔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透露 5G是非常重要的技术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那些无线技术的先驱国家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 以及发明无线网络的澳大利亚 没有自己的5G设备供应商 同样是在3月7日 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曼尔说 德国不想将华为排除在本国5G建设外 第二天就收到美国驻德大使格雷内尔的警告信 美大使格雷内尔在信中警告德国 诺和中国华为5G合作 美国将减少同德国的安全机构分享情报 德国人很恼火 认为美国人做得太过分 默克尔回应说 我们德国人将独立制定自己的标准 意思很明确 德国做什么不需要美国指示 一波威逼不行 那就再来一波 3月13日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美军欧洲资令斯卡帕罗蒂又威胁德国 诺德国在国防通讯系统中使用中国华为5G 北约部队将会中断与德军的通讯 这种赤裸裸的蛮后霸道连降仰的理由都不找了 更准确地说 是已经找不到了 德国会在近期进行未来通讯网络基础设施的招标 是否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之下 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 德国另外一个重要的行业 德国铁路已经选择了和华为合作 3月18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 德国重要的国有企业德国铁路股份工资表示 德国铁路网络信号系统 未来将使用华为的技术 铁路网络信号系统的安全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德国的安全级别属于一级 选择和华为合作 正说明了华为5G技术和设备的先进 到底有多先进 一先进到治好了欧洲人在地铁中爱看出的毛病 以前德国地铁里的信号太差 进入地铁里等于和外面处于失联状态 所以只能看出 当华为拿下德国地铁网络信号系统的订单后 德国人在地铁中爱看出的毛病彻底痊愈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外国的月亮真不比中国圆 我们中国人要自信 千万别被一些人忽悠了 二先进到西方非买不可 目前全世界和华为签订5G商用合同的 运营商已超过30家 华为的5G基站在全世界的发货数量超过4万个 而在5G专利方面 华为更是拥有2500多项 所以 在面对美国人的围堵封杀时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才会说 欧美国家 最终有很多东西他非买不可 我一定会卖给他们的 不买他傻 不买他就亏了 这就是用实力说话 看到盟友一个个变化 美国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会卖给你 就说了 你看这个东西 我会叫做的 不乱 我会叫做的 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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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叫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